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慧怡 今天在大孔的健康教室 要给大家利用它的气炸锅 来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 气炸培根鱼柳 我们来看一下所要用的材料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我就利用这个培根跟鱼柳 来把它卷起来 调味料都不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培根本身呢 它就是有咸味的 它是一个腌肉嘛 所以呢你就只要把它卷起来 然后呢用一个牙签把它扎住就好了 这是真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个食材 那这个气炸锅呢 在大同呢 是非常有名的 是最近的一个发明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很多的家里呢 在这个喜欢吃一些这种 烤烤的脆脆的东西 但是呢又讨厌油炸 一方面呢浪费油 二方面呢家里有很大的油烟味 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呢 没办法的话呢 就只好在外面去买这个炸的东西吃 但是其实呢 你在外面买炸的东西吃的话 一方面你也会怕它不健康 二方面的话你也会怕说 哎呀万一是不是用了什么不好的这个黑心油 对不对 所以呢我现在 叫你根本不需要用油 我们吃的天然的 就是培根上面的油 这个是健康油啊 天然的油就是健康油 那么然后呢 它本身又有味道 所以鱼呢也不需要调味了 海味本来就是有一点这个咸味的 所以呢就这样做就做好了 把它卷起来就好了 那么这个气炸锅呢 它不是用油炸的 它完全呢就是里面有气 然后这样子把它炸出来 好你看把它打开了以后呢 这个里面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烤箱一样的东西 这个呢是可以拿起来 这个油炸锅 那么拿起来以后呢 把这个里面呢 稍微少少的刷一层油就可以了 那不刷油都没有关系 好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鱼呢 放进去 好然后呢 我们这边刚好呢 买了一些冷冻的春卷 我们就把这个春卷呢 也放进来稍微炸一下 然后呢在这边呢 还有一些这个 你可以看到哈 这个是大家很喜欢吃的蛋挞 arrange一下放在里面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待会出来是 一对情人 一人一杯酒 一人一个蛋挞 然后两个鱼卷 再配上我们刚才的 这边还有这个春卷 哇就是很棒的一个 这个小的party了 那么我们在家里头 就可以用气炸锅 来做出一个各种各样 美味的party 温度呢算好 我们大概是烤差不多20分钟哈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气炸锅的这个做法 气炸锅美食 他气炸 你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烤出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哇 做一个小party 太棒了 希望你喜欢 谢谢您的收看 大同电锅 蒸煮乳炖健康美食 是全能的美食魔术师 优质不锈钢材质 最新科技 奈米陶瓷涂屠层 荣获德国IF设计奖 和台湾精品奖 还有省油气炸锅 炸出美食 知多又脆口 迷你小电锅 适合单身贵族 高贵不贵 是留学生和家庭主妇的最爱 还不用大同小家电 你就落伍了 我爱大同 世界大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